說阿姨 我說實在 我看到你 因為我自己也是巨星 假的嗎 原來你不知道 我是巨星的樣子 我不想這樣 和拍網路影片 韓國瑜一開始傻傻分不清 誰是沈玉琳 我拜名不記得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嘉義彭宇彥 好 嘉義彭宇彥 你就直接叫我彭宇彥 就可以了 彭宇彥 那就巨星 兩個人從未合作過 第一次直播 沈玉琳就來個荒謬隨堂考 這是什麼菜 這草啊 這不是蒜嗎 不是啦 你確定 你看這個 蔥白 我們每次蔥白 全世界的第一名 草啊 我刻一個就你打不出來 等一下 大芹菜 好 拜託 這個龍龍一龍一龍龍一龍龍 每個問題都難不倒菜飯韓國瑜 而沈玉琳也不放棄 到街上隨機為民眾 你要投給誰 今天這次投標日 你會投給誰 我會投韓國瑜 掌聲鼓勵 今天這次投標日 你會投給誰 我會投韓國瑜 熱烈掌聲歡迎 歡迎韓國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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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位元一搭一唱 不用瑞稿就默契十足 還到韓總家看風水 通常選舉人都很華麗 我看過那麼多的董事長 主管的辦公室有沒有 我小臥室 苦到這個樣子你看 沒有 很簡單 這個 當你是講經過 但沈玉琳如此挺韓國瑜 讓外界也懷疑 兩人是否有私交 我們也不是跟我們韓總 有特別特殊的關係 那個齊邁兄如果要找我 我也是去啊 選前最後的黃金週末 選擇幫韓國瑜造勢站台 純粹只是為了湊熱鬧 還人情 韓國瑜 韓國瑜 沈玉琳 一共合體三次 每一次總是有笑點 也替選戰增添了不少話題 記者綜合報導